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鱼,今天带大家出去逛网,去一个新开发的地方,现在不要门票,7月1号之前都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去只要去就可以了,门票也没有,叫合伙沟,现在是早上4点半。 早上起来,天边泛起了鱼鳞云,哎呀,一拢一拢的,挺漂亮啊,一切准备妥当,地瓜,出发。 合伙沟的景区大门到了,修得还挺气派啊。 合伙沟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原来这个地方有两个沟,一个叫核桃沟,一个叫火龙沟,这两个沟合并以后呢,经常发生火灾,经常发生火灾啊。 当地的老人,于是呢,就根据别人的建议,在火龙沟的火这个字,旁边加了一个利人庞,就变成现在的河火沟,名字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咱们后边看到的这个景区,一会儿老鱼带大家进去看看,一起走。 这个是新修的大门,现在是六点刚过,这是停车场,我们第一份到达啊,全世界我们第一份到达,合伙沟,我们合伙来了,我们合伙来了,这是山间的小溪, 怎么从这个古树上流了出来,这个挺有点学问,是吧? 人人称小黄山,毕竟还是有它得名的来源,景色还是不错。 这个景点叫骆驼峰,看到了吧?像两个骆驼的驼峰一样。 山上悬崖峰峰,山间溪水流淌,哗哗作响,没事出来走一走,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心情还是愉悦的啊。 仙人台 今天的天是成全我们,头一个礼拜,看今天的天是三十多度,烈日当头,今天是多云,甚至阴的天气,现在气温大概在二十七八度左右吧,很凉爽,很宜人。 彩虹桥,水确实很少啊。 河伙沟,欢迎你们,今天全世界第一批来到河伙沟的游客们,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悬壁,庄峡谷,清晰,纳画廊。 陆域,一颗新鲜的牛粪,我们同行的我姐夫,正在演绎新时代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好好好。 由于刚才大家看见了,路被铁丝网封死了,后来打听到是两个部落的村民呢,因为这是旅游开发区。 可能是因为粒的纷争,起了冲突,然后把路堵死了。 我们没办法绕行小路,临间小路,全是牛粪的,充满原始气息的小路。 这种树,充满了这种红色一串串的果实。 离远看去就像咱们闻完当中的南红宝石,所车出来的那种小珠子一样。 野鹰桃,老鱼尝尝多少年没车来。 小时候老鱼尝。 好不好吃。 能找到小时候的味道吗? 太甜了。 好吃。 步步高。 看看路标,花家吹,姊妹申,乡腰亭,不过提醒想要来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个景区这个路况不是很好 这个修的虽然是石头的路面 但这个石头非常的脱凹不平 大家穿着平底鞋 一定要小心走路 崴脚 小心崴脚 这个山剑里的感觉 有一点就是像张家剑 那个十里画廊那个感觉 仙女池 对 下去走 我就说憋歪水那指定就是瀑布了 这个瀑布就是我们河火钩的一个核心景区 大家看看啊 这个是纯自然形成的一个瀑布 河火飞铺 太漂亮了 这个在雨量大的时候 咱们雨季的时候 这个瀑布还是挺壮观的 过一个角度看看 不过这么好的景色啊 咱们看下的垃圾很多 这希望咱们景区的管理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来到这个景区的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爱护环境 保护自然 你拿来多少 请你带走多少 还我们山水的一个干净 景色是挺齐挺美的啊 大家来看看 值得一来 十里画廊 豁然停 应该这是高点的一个最好的角度 豁然停了 鸟儿看一下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山上最好角度的一个观景台 前面大峡谷 就是刚才咱们看那个瀑布那个峡谷 姊妹松 应该就是远处远处的两棵松树 但是我们的角度不好 左边这一棵被挡住了 一路下山了 前面这块巨大的山石真是大呀 花果山度假村 老孙在此吗 整个景区啊 就在入口的这一侧 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开放 并且卫生不是十分的好 朋友们如果来的话 就在这里把问题解决掉 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合伙沟之行 到此结束 有喜欢老鱼的请关注评论转发 下期再见 拜拜